北京时间10月6日 乒乓球WTT中国大满冠赛 即将迎来最后一天的对决 目前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已经分别被国拼组合林诗栋宽调曼 王楚清、梁静坤、陈信同前天一获得 接下来仅剩两场比赛 那就是单打的决战 根据安排 10月6日晚上18点 国拼女队两大奥运冠军主力孙颖莎 王曼玉会再次相遇争冠军 19点 男队35岁的大满冠老将马龙继续登场 与年仅19岁的希望之星林诗栋一较高低 最新战况与决赛日看点 请看下文 本次大满冠赛 国拼虽然遇到了一定挫折 但总体成绩非常不错 其中三项双打 各有三队组合晋级四强 随后又会失决赛 两项单打更是一口气包揽四强 所以全队便提前斩获所有五个项目的冠 亚军的确是大获全胜 早在10月4日的时候 混双冠军便已经诞生 国拼组合林诗栋 宽曼在决赛中 3比1击败林高远王亦迪登顶 10月5日男双 女双冠军先后出炉 决赛王楚清梁静坤 3比2险胜林高远林诗栋 陈信彤前天13比1胜孙颖沙 王亦迪有惊无险登顶 在四场单打半决赛中 王曼玉4比2击败陈信彤 孙颖沙4-0横扫范思琪 林诗栋4-2淘汰相鹏 马龙4-0完胜梁静坤 结合过往的成绩与战绩看 这四场球的结果都不让人感到意外 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双方运动员的实力对比现状 接下来的女单决赛 孙颖沙 王曼玉将再次上演奥运冠军对决 虽然两人的水平旗鼓相当 但自从去年亚锦赛之后 王曼玉就再也没有在国际比赛中赢过对方 孙颖沙则是五连胜不败 所以这次的胜算也相对更大 但相信谁也不敢说自己能稳赢 至于马龙 林诗栋之间的较量更是胜负难料 前者虽然即将满36岁 但状态依旧神勇 连续以两个4-0横扫南单世界排名第三的雨果 排名第四的梁静坤 后者在洛杉矶奥运周期到来后 已经五次夺冠 其中两次单打登顶 不久前才在WTT澳门冠军赛上连赢张本志和 林云如 王楚清 秋达 本次大满贯赛林诗栋混双称王 南双摘赢 如今南单也打进了决赛 难以想象是一位才19岁的年轻小将 而接下来 他将挑战比自己大进17岁的传奇老将马龙 那么这次新老大战 谁能笑到最后呢 答案即将揭晓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大头终于赢了 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大头和大胖拿下了南双冠军 我狠狠地松了口气 这是大头最近唯一能证明自己实力的比赛了 澳门冠军赛输给林诗栋 北京大满贯单打只不于32强 这让很多人都质疑他的能力 很多人都说他是捧上来的世界第一 其实这是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人才能说出来的话 就算大头这次南双拿下冠军 但是南双冠军的积分根本就不算个人积分 个人积分就是单打的积分 而单打的积分要赢得比赛才能有的 积分都是他赢回来的 而不是别人给的 这是做不了价的 我想象不出来 运动员的积分排名怎么去捧 也不知道那些说 大头是被捧出来的人 到底是怎么得到的结论 喜欢大头的人是多 看现场比赛就知道 大头和大胖一得分 现场的欢呼声震耳欲聋 可见现场多半都是支持他的人 但是喜欢他的人多只能说他人气高 而这些人并不能给他送积分 也不能让其他的运动员给他送积分 在赛场上 所有的得分都来自于自己的发挥 自己的实力就好像考生在考试的时候一样 所有的得分都来自于平时知识的累积 大头的世界排名都是自己打上来的 虽然他有时候确实不是很稳定 心态容易波动 但是也不能否定他的优秀 就拿这次北京大满贯来说 无论是马龙 还是林诗栋拿冠军 都有2000积分 但是 他们就是加上这2000积分 也还没有超过大头 大头依然是积分排名世界第一 大头在2023年的亚运会上 拿下了男单冠军 男双冠军 男团冠军 混双冠军 成为了史上第一位四冠王的男选手 在刚刚过去的巴黎奥运会上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大头 虽然无缘单打的奖牌 但是他拿下了混双冠军和男团冠军 这些都是他自己努力得来的 不应该被人忽视 也没有人有资格去质疑他 看不起他 能让五星红旗 在异国他乡升起来的运动员 都不应该被黑 请那些人在黑他 喷他之前 先想想 自己都做了哪些贡献 自己都获得了哪些成就 大头的情绪容易波动 是他最大的问题 他在单打路上的所有坎坷 都来自于他的心态问题 希望他能尽快克服这个问题 成为那个更强大的自己 只有克服了这个问题 他在单打的路上才能走得更高更远 他和莎莎曾经相约在顶峰相见 如今还未能如愿 期待莎莎和大头的顶峰相见 希望他们能如愿以偿